這是隔音的嗎? 吸音 對,可以降噪式的吸音版 它有在零售嗎? 有啊,我們最後一天有在零售 這個喜歡嗎? 我們這個有6P,這個是6P1組 OK,考慮一下 然後小的骨頭形狀的話也是6P1組 然後我們還有這種大 這個的話是3P1組 其實這個主要的話是很像這種紅粒比較多 對對對 那像這種骨頭這個三角形的骨頭形狀 就是如果你想DIY拼湊劑 那那種呢? 這種的話是印刷的 對,現在我們目前就是數量比較稀缺 噢 骨頭很小,是要放在哪裡 這個其實也是貼在牆上的 它像這樣子很密集把它貼下來 看你怎麼貼 但是像我們這樣子貼,有點縫隙的也可以 因為其實聲音會反射 所以這樣子這樣子都很消掉會 它是用什麼東西? 是我們要自己想辦法貼上去嗎? 沒有,我們會跟你說 就是我們其實用那個簡單的布膠就可以了 不是說什麼切全部滿滿的 我覺得1,2,3,4這樣子 OK,OK 那這一個呢? 這個的話這個也是 這個我們也是貼布膠 我們所有的你想像看到的 我們會貼布膠 布膠好處就是不會破壞牆面 嗯 我比較想要貼在天花板上 天花板上嗎?這個嗎? 天花板上也可以試試看啊 可以啊可以啊 你們在哪裡零售啊? 就只有在展場而已 OKOK 我們最後一天的時候有在這邊零售 那如果說你個人也有需求的話 就是這是我男人的名片 就如果個人也有零售的需求的話 就是也可以在 我可以找你 對對對 請問旁邊對你換個名片 可以啊可以啊 你們是做 我是做像studio之類的 就是影像工作之類的 想說看你貼一個貼 對對對 你好 謝謝 對啊 因為就是可能會有錄音的需求 那可能就會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拍一些產品的形象 對對對對 類似這樣 然後有收音的需求就會 如果麥克風稍微拿遠一點 就會回音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 一開始在做的時候 就是因為說台灣 因為現在也有個YouTuber 然後一些Content Creator 他們就是像你遇到你講的那種 不然就要麥克風塞很近 對啊 如果這樣子的話 因為看起來好像怪怪的 對對對 好我再演出一下 謝謝 謝謝喔